最近我在逛某个不存在的网站的时候 随手点进了一个首页推荐 Cheap Guitar 好家伙 看来是一个撸棍的节目了 当我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 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啊 果断查一下资料 好家伙不查不知道 原来某杜百科上面里的资料是这么详细的 09年就创立总部在美国的天纳西州 整个美国加起来有3万平方的仓库 全球有那么多的销售点 10年运营下来 每年服务超过60万的情友 最关键的就是人家十几年来 可能都卖着150美元左右的便宜吉他 你说这不是良心企业是什么 但有一说一下帖子 你们好歹是个十几年的美国吉他品牌了是不是 某杜百科做的这么详细 但是你作为一个美国品牌 好歹维基百科你也丰富一下吧 品牌没有也就算了 创始人的经历你好歹也会有一点吧 结果您猜怎么着 Google一下什么都没有 铁子啊这就有点不走心了 这就让我想起我上一家公司 是做圆域产品的 老板大概是觉得国内圆域行业的底蕴 没有外国深厚 于是某天就说 咱们来编个品牌故事 编个什么故事呢 就说国外有那么一个人家乡被战争摧毁了 战争结束以后呢 决定投身圆域行业 用圆域把幸福的生活带给千家万户 然后就创立了这个圆域品牌 然后老板就把这个圆域品牌带入国内 铁子啊 那既然百不百科这么齐全啊 不在某猫上面开个旗舰店 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是不是 哇就说嘛 进去看看 卧槽 同样一套入门的套装 在美国商城里面要150美金 人民币大概950左右 而在某猫旗舰店活动捐后价只要570块 哦 这伙 明币是个美国品牌 在北美的价格卖的比我们差不多贵一倍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别人是美国来的 你也是美国来的 怎么你就不学习一下呢 上半年你还他妈长两次价 当然了 这个视频并没有diss这个品牌的意思 只要它的质量和价格挂钩 其实多个选择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之前老在直呼看到不少朋友问一些 号称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不知名品牌吉他 然后还问这个值不值得买 比那些大牌比起来怎样 说实在的都已经2021年了 我们本土的吉他品牌 不敢说顶尖吧 但是在中低端的区间价格 电幕吉他也是很能拿得出手的 就算你不买国产的品牌 同样价位的国外大牌 难道都不比这些不知名的品牌好吗 关键你不弹了 卖出去的保值率还高 说实在这几年 国内吉他生产和品控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其实现在站得住脚的国产品牌 很多都已经有差不多10年 甚至是10年以下的历史了 产品经过市场的长时间验证 肯定也不会太差 与其把钱投入在一些不知名的 所谓的外国品牌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多关注一下 国产的品牌呢 希望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会持续更新各种相关的视频 拜拜